独家冠名播出 修护未粘膜 止痛更是痛 来看一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 他们是 情感导师于伯红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严品红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陆琪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新唐米娜老师 欢迎 来 了解一下这对的基本情况 请看 我们在一起快五年了 他却丝毫没有结婚的意思 我不想我们的爱情长跑 最后有始无终 他总是希望我能为爱盲目 我觉得他就是被家里宠坏了 总是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 他真的太抠门了 还小心眼 对我们的感情永远充满了算计 一点都会延满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给他一个更好的未来 和他却从来都不理解我 只会埋怨我 有请这对情侣 有请 小崔25岁来自河北销寿 有请 小田24岁来自河北职员 有请 各位老师好 好好好 学什么呢 超小的 我学的轮机工厂 是在造船厂的工干 还是在海轮上工干 没有从事本专业了 就是找到销售的工作 干销售了 您呢 我学会计的 你们俩是一个单位的 不是 我俩是补课班的时候认识的 补什么课 就是补考工的课 我俩认识四年多了 啥时候结婚呢 主持人说到这个事我就来气吗 别气 别气 你说 因为我来这儿 我就是想要他一个态度 我觉得我俩都谈了1628天了 他都没跟我提过结婚这个事 你换成年说好不好 一千多天 四年 四年 四年多都快五年了 那你说我这青春挺宝贵的 谁有那时间总跟他爱情长跑啊 对对对 但是女生也不应该这样啊 这好像有点逼男生要娶你的意思 这多掉下啊 没有啊 因为我们大学好多同学 人家一毕业就结婚了 而且也不是我自己着急 我家里都很着急了 都直接说他就是站着结果不下蛋 来 主要是 现在咱们结婚不都得有房子吗 然后问题现在就处在这房子上 房子咋了 然后我家呢也不是没有房子 但是是回前房 回前房的话现在还没下来 我就是想嘛 等那个回前房下来以后 我们再装修装修 到时候在大平米的回前房里边住 也是新房 结婚 这样也好 然后他就等不及嘛 回前房啥肉下 还没开始盖呢 对啊 你看他搬出来都三年多了 见都没见 谁能相信他能给我这种 能结婚的物质保障呀 但是我俩毕业也没有太久嘛 一千多二天 一千六百二十八天 一千六百二十八天 对不对 我也是在想别的办法 然后回前房一直不下来 我也是也着急 我也是喜欢他 我也是真想跟他结婚 那你们想过其他的方式吗 我想过 他就老借口说 毕业也没多久就不用着急 可是我说呢 我就是想结婚 结了婚可以先住我家来 我家二百多平呢 四口人不够住吗 你有什么可不愿意的呀 那住他家不就成上门女婿了吗 这说出去多难听啊 多没面啊 不是上门女婿的意思吧 不是 就是他又下不来回前房 你家二百多平 你爸你妈家你 多他一个也不多 对啊 怕是上门女婿交房租啊 那我家也不是没有房 我家回前房下来 你家房在哪呢 没干好呢 对啊 那说出去不好听 我接受不了这话 不是是娶媳妇重要 还是听着好听重要 那也没那么着急嘛 现在主要是 我99年的 他比我小一岁 也没说非到那个结婚的年纪呢 我觉得倒也是 倒也是 他还觉得 不是他一个人在让步 你知道吗 他就说 他们家也想办法 要不挑个二手房 也行 我也同意了 对吧 你挑二手房 我根本就不挑你的平米数 也不挑你这个地界 但是他就是 没有把这个房 为了我俩结婚用去买 他就看买哪 低于市场价 再过几年能升值 他就不亏 投资买也行 买了没买 还没买的 我也在研究嘛 现在房价也是 净是掉价 你研究了多久 研究了得有几个月了吧 租房子结婚行不行 也行啊 但是他就说 租房子结婚 租房不划算 我也是觉得 租房结婚 说出去也是没面 而且我结婚 肯定想是用新房 装修好了 漂亮亮了 行 知道了 房子现在是 你们结婚的坎是吧 还有什么坎 就是这个房嘛 反映出来 它的态度问题 我感觉 它对我俩的爱情 就没有那种冲动 它永远在算计 平时吧 我家里对他 还是有所希望的 就觉得 那先不结婚 那你俩好歹 把婚定了 有个名分 对吧 别这么不清不楚地谈着 是 我家就说 订婚的时候 就把彩礼 这个给十万块钱 把这个彩礼 在订婚上 给体现出来 也算是一种物质保障 毕竟没房嘛 他就不乐意 给这个彩礼 他就为了不给这个彩礼 做了一种 特别土的视频 想 就是把这彩礼 给抹掉 啥视频 我把这视频 也带来了 我想给主持人 还有嘉宾老师看看 看看 这是我做的求婚视频 我挺用心做的 我开始我也 从来没剪过视频 我是炫学的 然后也是熬夜做出来的 可是我根本就 不喜欢你这个视频 你这多土啊 你哪用心做的 还不像模板呢 这视频能抵十万块钱 你觉得可笑吗 不是 怎么老是这么误解我呢 再说了 你真的用心 你选我这些丑照吗 然后大家看看 我这么可爱 你给我拍成什么样了 你拍出来 也挺可爱的呀 那是你认为 我问你吧 十万块钱的彩礼贵吗 不贵 你工作四年了吧 工作两年 你自己存了多少钱 我就自己存了 得有六万块钱 那你拿六万块钱的彩礼 行不行 不行啊 为啥 本来就没有房子 人家结婚订婚 都是房车都预备好了的 谁叫你急着嫁呢 没出息啊 闺女儿 你要不急着嫁 不是没这事了吗 可是他老说 他有多喜欢我 我给你介绍一个人 马上十万块钱彩礼 给你房子 给你人家想娶 你就不愿意啊 六万块钱能给吗 能给啊 对啊 自己拿六万再问爸妈 借四万把这个婚定了 不就完了吗 又不是什么天价数字 我就是觉得他这个人 态度有问题 对了 因为这个十万块钱 就很普遍的一个彩礼数了 他自己攒六万 跟他父母借四万块钱 又怎么了 他就耍小聪明 他后来就说 我也没说不给你 六万块钱也是我的所有积蓄了 然后他就办出来什么事 他背着我跟我爸 去谈心去了 那我爸心二软 一听他说 他小时候跟他爷爷奶长大 没在父母身边 本来就觉得跟他父母这儿 不好意思开口 还说他从小就觉得 节约是一种挺好的事 他小时候烧锅炉 他都把全班同学走了之后 掏人家桌斗 把全班的废纸 拿家去烧锅炉 所以我就觉得 他把他这种消费官 就强加在我身上 他对我的爱就打直了 他跟你爸谈了这以后 你爸做出了什么决定啊 姑娘 我爸就是脾气挺好 也是性情中人 就有点心软 但我这儿就过不去这关 等于老丈人就说 这钱不要了是吧 可以啊 够聪明啊 我就是讲一讲 我的过去的这些经历啥的嘛 也把我消费官啥的都说出来 你啥消费官啊 就是我觉得 一些花钱的东西 就是能省就省 咱们把那个钱攒起来留着大件用 还有就是这个彩礼也是嘛 彩礼的话 我现在有多少钱 我就全拿出来 你就六万就行了吗 我刚才说六万嘛 自己挣的不就行了吗 对对 我是全拿出来嘛 可是你一点诚意都没有 你这彩礼钱 我爸妈都表态了 不是给他们拿的 是给咱俩过日子用的 你就不能跟咱俩过日子 启动资金丰厚一点 你有多少存款 他存了六万 你存了几万 我没存下钱 你不会过日子啊这个 还取吗 还是取 听明白了 还是想 还有啥 他平时特别算计 有一次他说了 发了工资带我去买一买 去了商场之后 看上双鞋 他也觉得特别好看 一问人家价子 他就开始愁眉苦脸的 最后我也是把那鞋给他买了 我就是说想省一省 各个平台比一比 能省下来的钱 哪怕咱们回去吃得好的 你的做法我特别理解 姑娘我也充分地理解 你接着往下说吧 我挺替你们两个难受的 平时我让人爱吃水果什么的 爱吃苹果呀 榴莲这些 他就专给我买苹果 榴莲看着他就绕道走 那榴莲也不是说天价的水果 你两三个月买一次 有那么困难吗 他上次给我发微信 榴莲你是爱吃的吗 我说对呀 爱吃 他说我看见你们家超市 有卖的了 然后就没了 我还期待一天呢 他会不会把榴莲买好了 给我送在这儿来 让我也惊喜一下 结果他没有 我是正好看见你家超市 那个榴莲打折了吗 然后你如果想吃的话 你自己去买一样的 然后我当时也正好有事 我就没给你买 你有事的话 你怎么有那个困通知我呀 我就是告诉你啊 他打折了 你爱吃的话 你正好可以这个时机去买呀 我自己买的 你给我买的 那是一种感觉吗 那你不也挺爱吃苹果的吗 那何必非要挑贵的水果来买呢 你就是对我低成本付出 给不了我情绪价值 怎么又给不了情绪价值了 你干啥 你又挑最便宜呢 我就问你 是便宜重要还是我重要 你肯定重要啊 但是不能说你跟便宜就矛盾呢 你觉得这样我能想出来你以后舍得给我花钱吗 他这个抠门是只对你还是对所有人 那当然不是了 我以前一直以为是对所有人都这样 但是他这个人平时薅羊毛嘛 他这一薅羊毛我就发现出来他区别对待了 谁那有便宜 比如说他跟我闺蜜都不见外 他从我闺蜜那借各种什么听歌的 看小说的 看视频的会员 那我闺蜜就背号说他 他是铁公鸡吧 一毛不拔 然后有一次他就听见了 他听见之后特别不满意 人家直接来了个大招 用信用卡积分给我闺蜜换了个新手机 那你怎么不看看 他自己的手机都屏幕碎成那样了 他但是没事还吼着我 他说你啥时候换手机啊 然后你换了新手机 我用你的旧的 咱俩谁都能换手机了 那他为什么就对我闺蜜这么好呀 直接给人家换新手机 我给你闺蜜换手机 我也没花钱呢 正好有信用卡积分 有着活动能换呢 我也不需要 我就给他了呀 他说你他就调侃 你这么爱面子干嘛呀 那我就拿这个手机 我堵着他的嘴呀 他就是因为受不得这个调侃 在他的内心 他是接受不了这个调侃的 就这么点事 你男朋友应该心胸不大吧 是 他平时心眼可小了 他都配套在一起的 这一定是一套的 有一次吧 他中彩票了 中了六百块钱 转给我之后 我也挺高兴 一拍脑门 早咋咋 吃好吃的 我请你吃饭 人家就说我不吃了 我说你哪不吃了 他说你回家吧 我现在没心情 我就特别纳闷 我一天我追着问他 他第二天早上回我 他说 我觉得吧 不是你请我吃饭 这彩票是我刮出来 这钱是我挣的 是我请你吃饭才对 你有什么资格说 是你请我吃饭呀 是的 明明就是我自己赚的钱 我琢磨着 咱俩那个 一块开心 我给你了 然后你这块说 是你请我 明明就是用我的钱 去请咱俩 你自己也得说 拿着这个钱 咱俩一块吃顿好的 对吧 不能说是你请我 有那么重要吗 但是逻辑上就是这样啊 你只在乎你的逻辑 你把咱俩感情放哪儿了 本来高兴的能吃饭的 这谁也没吃上饭吧 他还有什么不好啊 姑娘 他给我买的考工的书 为啥我俩没考上 我现在感觉就是这个原因 他给我买的那书 都是人家写得密密麻麻 都没地儿在写字的那种 都是二手书 而且给我买衣服也是 给我在二手网站上 买那种简标的 还是抠是吧 对 然后他给他自己买半袖 在那种官方旗舰店 花三百多买一件半袖 你看他多双标啊 然后他把这半袖 还优到我家里 我妈以为 他大方一回 给你这买的这旗舰店 这牌子我都认识 我是想让他给我看看 好看不好看 不好看咱退了 我用到这个东西 我出去比如说招待客户 然后啥的 穿衣服肯定得穿得好一点 然后平时我给他买衣服 可能就是平时穿着玩 在便宜的平台上买一点 听懂了 你觉得你们俩相爱吗 我感觉我特别喜欢他 不然他这么抠门 我早就忍不了了 是 我相信你爱他 你爱他吗 我挺爱他的 我也特别相信你爱他 你觉得你们俩合适结婚吗 我觉得我俩呢 你愿意娶他吗 我愿意娶他 要满足他的条件 你才能娶他 你还愿意娶他吗 那就是挺受罪的有点 你有啥资格说受罪啊 我长这么好看 我感觉跟你都白瞎了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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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换个男朋友吧 我 你们俩其实都挺好的 你们俩唯一的不同就是 生长环境不一样嘛 就我听到这个女生 讲这六万块钱的时候 其实我真的 我一下我就知道怎么回事 他这个特别特别的鲜明 一个男人两年 在这个年代可以攒六万 哇 不得了啊 但是在你眼里这一文不值 问你呢 我工作一分钱都没攒 我相信那个鞋子不会太贵吧 对 但是那个对他来说 是一件奢侈品 没有什么对错嘛 这怎么能过在一起呢 姑娘 有生活经历的老人一看说 这孩子不容易 他会心动 为什么你不能心动 即使你心动了 你未来的生活 还是特别特别的遭罪 对他来说 苹果已经是很好的水果了 对吧 所以他才会说出 为什么要留恋啊 所以这个 这一对就特别难受嘛 你能看到爱情嘛 你可以看到爱情嘛 你可以看到一切嘛 但你步入婚姻的时候 价值观 对吧 攀在这儿的时候 就心里特别特别难受 没有说谁不好啊 你也没错姑娘 你确实没错 就现在这个年代 一个姑娘说 十万块钱我们就订婚 订完婚 你就搬到我们家来住 我们家两百多平的房子 没有问题啊 租房子可不可以 租房子也可以 这姑娘绝对不是物质 这小伙好不好听好 咋往一起过 我是没想出来 你们有主意吗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界 你有没有发现 你们两个人 为什么爱情长跑 四年走不进婚姻 真的是因为 这一些物质条件吗 首先一点 您刚才说他抠门 我细细地听了 抠门还有一个词 叫接见 赵船老师也说 我也非常欣赏 这个男生 工作两年 攒下六万块钱 而且关键的核心是 他知道 自己的家庭的 经济状况 和此刻 自己的经济状况 和能力 所以他选择了 在你眼里抠门的 消费的状态 这是符合 他此刻的身份 如果他今天是财务自由 他还如此的抠门 那是真抠门 但现在 您所指责 他的所有的抠门 都是符合 他现在的现状 这样的男生很可贵 明白我是谁 明白 我现在的状况 怎么样 这样的男生 他有动力 有能力 去努力地挣扎 努力地 迁行 我并不是抬高他 在这个问题上 他无可指责 你们两个人的落差很大 确实他爱你有点吃力 并不代表他不爱你 你虽然 我们看似 傻着小性子 甚至有点张扬 但是 也并不代表 你不爱他 但是你们两个人 恕我直言 现在还 没有 成熟到可以走进婚姻 走进婚姻很简单 但走进了以后怎么办 这是这个男生所考虑的 我蛮欣赏这个男生的 所以 我希望 你 扪心自问 自己在这一段恋情当中 自己还应该 做点什么 做得更好一点 让大家 心情愉快地 痛痛快快地 走进婚姻 谢谢 我倒是真的建议你们 再去 努把力 他踏实稳重 也是适合过日子的 这都是你从最初 就看到了他身上的 优点和闪光点 而这也是你着急 想要嫁给他的重要原因 所以你交这样一个男朋友 你真的是要等待 等待他的成长 就是我们种下一棵 大大的种子 你得等它开出 一棵大大的花 我觉得它是一棵好苗子 但是我们也说了 那我有些人不愿意等 对吧 我有那等待种子发芽 将来长成参天大树的过程 我太痛苦了 他小树苗的时候 我受不了 我现在就可以找棵大树 那你可以赶紧换人 所以你忠于自己的选择 如果你看好这个男生 你也知道他有现在 抠门啊 小气啊 攒钱啊 这个心眼不够大的毛病 你决定跟他过不了 而且我跟你讲 他即便你们结婚了 十年二十年以后 还是这样子 他即便将来很有钱了 他也还是这个样子 但也许他会跟你惊喜 男生也有一点需要调整的 就是你选择这样一个家境 比你好的 而且他真的是比较随性的 你看爸妈也没啥要求 说十万十万 不给十万也行 他是这样一个宽松环境 温暖环境 物质上相对充裕 感情上爱上也不欠缺的 这样环境长大的女生 他可能就会随性一些 那你要跟他相处 真的就要学会放下面子 什么给闺蜜换积分 换手机 你有那心思 给女朋友换一个好的 不要再讲究面子了 咱们也不能说人穷 制不短啊 咱靠自己双手努力 尽量创造好的生活 给自己爱的人 所以你们真的 如果要在一起 都需要退步 包容 为对方着想 否则就太难了 姑娘 我不知道你爸 最后有没有劝你分手啊 我估计是有的 为什么 因为我刚才代入了一下 我在想一个父亲面对 他去谈心的时候会怎么样 会非常的同情他 非常的喜欢他 是的 非常的喜欢他 真的特别喜欢他 但最后回家会劝女儿分手 为什么 因为我不舍得女儿 进入她的世界 姑娘 你现在有一点 合不食肉迷的感受 因为你把你的优越感 表现得太淋漓尽致 而你又不自知 但我知道你是 因为无知才导致的 这孩子 他所有东西 他自己挣来的 你听他烧锅炉那个东西 那个细节 那是没有经历过这个生活 根本想象不出的 他今天站在我们舞台上 他心里面是沉着的 他那六万块钱 拿出来的时候 可以不打磕盘 但你要让他去 跟爹妈借那四万块钱 你看那个招商师问他 能不能跟爹妈借 四万块钱 马上犹豫了 你感知不到这一点 你感知不到这里面的审美 你知道吗 你爹能感知到 你爹一定很欣赏他 但是回来还是 不能嫁 会劝你分手 为什么 因为你爹太爱你了 就因为你爹那么爱你 把你保护得那么好 所以今天才会站在我们的舞台上 让我们看到了一高一低 谁高谁低 你不是高哪个 你是低的哪个 你被所有的价格所淹没了 你在物质主义的浪潮里面 已经完全迷失了 你认为那十万块钱 就是你的价格 那十万块钱 怎么会是你的价格呢 一个男生愿意把它 积攒下来的 所有的钱都给你 你又何止这十万呢 你是他的所有 是他的全部 如果有一天突然之间 你发现这个男生突然之间 变成了一个意外富翁 那个时候你会怎么想呢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 真的有一天 他变成了一个意外富翁 他还真的不一定能保持 今天的心性 那个时候我们才是一声叹息 就现实而言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 真的没有办法在一起 姑娘 你爹会劝你分手的原因 就在这个地方 因为他看到了 未来十年 至少十年吧 你得跟他过苦日子 你说两千块钱的鞋 你回去得跟你妈去拿钱 买房子 你爹妈要给他钱 他会拒绝 他会不要 这个时候怎么办 你住哪 住什么样的房子 出租你住吗 就是这么形式 所以想清楚吧 虐有不同意见 你爹看中小伙子 是有潜力的 如果你爹在中间 拦你一下子 不是因为他觉得 我女儿会吃苦 而是他觉得 我女儿不争气的 是吃不了苦的 小伙子能取走她 那不错 我替我女儿松口气 因为这个小伙子 就是我女儿生活的 一个底层保证了 至少小伙子 会用自己的勤劳和节俭 攻住我女儿 一个太平的生活 一旦小伙子发达 我女儿可能会跟着发达 靠我女儿自己的话 这一生天知道啥样 所以挑什么呀 我是两个女儿的妈妈 看女儿 我看得挺准的 今天就不要在这儿矫情 说什么十万还是六万了 她的诚意 她的能干 已经远超那四万 四万她用信用卡 她用乱七八糟 向朋友东拿一点 西拿一点 你以为她凑不出来啊 但是人家做人 是有底线的 我靠我自己攒的钱 就是我挺直腰杆 能够给你们家的彩礼 我用我的诚意 做的笨拙的一个视频 笨拙 但是有爱啊 那个爱是满满的移动 哎呀 从屏幕里能够移到我们电视机外 如果这样的 你都不认为这是珍贵的 那么活该 至于你好好保持自己该有的 一路长来不容易 你有你自个儿的坚持和长处 未来很不错的 我觉得你们俩是特别好的 谈恋爱的对象 但是结婚这件事真的不看好 就特简单 我小时候就知道冰棍是五分钱一支的 现在我看到了某雪糕 说十几块钱一支 诚如我现在的经济条件 买一支十几块钱的雪糕 应该没问题吧 我还会说 我的妈呀 这玩意怎么这么贵呀 他可不一样 也许他家里面就那二十块钱 但是他爹愿意把那二十块钱 拿给他买那个雪糕 于是他看到那个雪糕的时候 哪怕他自己不挣 他就想 这不是我跟我爹说 来吃就吃的雪糕吗 所以你觉得这能过在一起吗 找一个可以给你提供这样生活的人 你们在一起生活会幸福 他不是 我跟你说 你也别特别得意 就你那品质真的不是特别稀缺和珍贵 只是相比于他们在这种家庭背景下面 相对的突出了一些 也就仅此而已 保持吧 继续保持吧 姑娘不是 我们不是说你喜欢钱啊 不是这个意思啊 没有说你不好 是因为你们俩对钱的认知不同 带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可以相爱嘛 对吧 但是要结婚的话就慎重吧 其他没什么了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年 我觉得吧 咱们已经走过了四年多了 然后我也有信心说 以后给你你想要的生活 也不会一直都让你过 你想买什么都买不到的东西 我也不舍得让你受委屈 我就想咱们现在虽然 就是没有那个特别好的条件 但是咱们先能省的先省下来 咱们真正的你要买好车 买好房的时候 咱们把钱用上去 我也不是说 非要你给我花特别特别多钱 我就是想让你花钱的时候 不要别那么磨叽 能不能就是痛快点花这个钱 如果你真的不想给我花 你就不要承诺 不要带给我期待 又用行动打破我的幻想 谢谢两位 请回请回 请回请回 谢谢你们 来 宇老师 虽然我内心是希望他们双不出 但结果可能是双出 我觉得他们还是双出 我们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来 他听得懂 他听得懂 我觉得对的 聪明吧 谢谢大家 欢迎订阅 我来 Jelly 我来来来 我来儿子 他们有一点 我来 你 我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真的很爱她,可是她却要跟我分开 她总是想太多,我根本没有这个意思 她总说我配不上她,让我觉得特别没有安全感 我只是想让她变得更好,是她太敏感了 她处处挑我毛病,四个男的都比我强 她太幼稚了,总是找我麻烦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有请这对情侣,有请 小叶22岁,来自浙江,学生 小张21岁,来自江苏,学生 有请 欢迎哪位 谈了多久 我们谈了半年多了 才半年多呀 一开始感觉挺好的,但是近期发现我们的矛盾越来越多 所以来这干嘛呀 就是我感觉跟她要分手了,但是我特别舍不得 我就是想请老师来帮助我们 就是还不想分手 这是她的心理状态,你什么状态姑娘 我就觉得她特别烦,疑心也重 然后平时也不信任我什么的 我觉得谈恋爱怎么就让我这么累呀 我也不想跟她谈 因为她没有给我安全感啊 相处的时候我就觉得随时她会离开我那种感觉 我就觉得我 她做了什么 你会让你觉得她随时会离开你 就是我们在恋爱期间嘛 经常有人要她微信,她都会给 我问她为什么会给,她就说 我如果不给了,会让别人很没面子 会让别人下不了台之类的话 对啊,因为人家就是要我微信的时候也是跟朋友一起嘛 然后我觉得那就给了吧,反正后面没什么联系 那我觉得你考虑过别人感受,她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可怜的孩子 不是啊 你不害怕吗 不害怕呀,我觉得没什么呀 为啥呀 因为反正我后面也不会有什么联系啊 如果那个微信是一个木马呢 但是我觉得她就是给别人机会啊 她就是在给别人机会啊 所以你看我们俩的关注点不一样啊 我建议大家不要轻易地加陌生人的微信 在恋爱当中会让你的另一半吃醋 在现实生活当中有一些微信的添加可能是不安全的 这有啥不可能的 可能就是一个木马啊 加完之后一通过偷你很多东西 咱也搞不清楚,是吧 我就问一个问题 她在街上面 其实小伙子长得很帅 陌生的女生找她加微信 逢找毕加 你吃不吃醋 但我觉得她应该不加吧 她如果加的话呢 有点不舒服吧 好的,好 有一次的话我看了一样她手机 她发了一张我们两个合照 她总共微信700个好友 她屏蔽了300个 那你说那我怎么想 哪有这么谈恋爱的对吧 那我马上就实习了呀 而且我加了挺多企业的微信什么的 而且我身边朋友同学也都知道你啊 我就非得说发个朋友圈来证明 就是我有对象什么的吗 没必要呀 你为什么屏蔽这么多人 你可以直接跟我说不发 你这样会更让我更难受啊 这个放在任何人心里都是不舒服的 她还做了一些什么 让你不安全的事情 就是我跟她一块出去 吃饭也拿手机 走路也拿手机 然后有一次我瞟了一眼 她就立马把那个 就是聊天记录啊什么都删过 然后我就觉得她在跟别人搞曖昧 她这么 我跟女生聊天怎么了 我跟男生聊天也不行 跟女生聊天也不行 你今天天天就是偷看我手机 捧着我手机看 天天跟我在一起 就是你一点都不信任我嘛 一点基本的信任都没有 那你如果没有什么 你完全可以给我看 你有什么了你才不给我看 你肯定是有什么 聊了我 就是我不该看了 你才会划掉 你如果觉得 你想的也太多了吧 没事 那我肯定也可以看啊 男生的角度就是 我们俩谈恋爱了 我们俩应该坦诚相见 对吧 女生的角度说 虽然我们是谈恋爱 但是我还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你应该允许我有一些 我自己的空间 你会不会觉得 就是她这个行为 让你觉得不自由 对啊 我感觉跟她谈恋爱吧 有一种被束缚的感觉 那我觉得她给不了我安全感 我才会这样的 你个大男生要什么安全感 我觉得谈恋 我就是想要安全感 要不然我每天 我就想的那些事 我觉得我真的 特别没有安全感 而且她还来 经常否定我这个人 然后她就经常拿我 跟别人去做比较 你知道吗 她跟什么人做比较呢 前男友 她就说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差 你都没有我前男友 什么什么好 我前男友好的时候 我还不能说吗 我也是为激励你啊 不是那你咋不跟你前男友好呢 就是后来也不合适 但是好的时候就是也有好的嘛 啥呀那你跟你前男友好啊 就后面也不好了 不好为啥不好啊 那么好 那总远也有不好的嘛 我也想提点好的 这就欺负人了 然后我还觉得 就是她想让我改变 她可以不拿前男友提啊 正常跟我交流 我也是可以改变 她非得拿着前男友 我觉得没有必要 行 我觉得你也挺好的呀 而且你是不是也有改变了 我之前说我前男友 就是什么 太说 这是拿前男友比你改变 还有啥 还有就是否定我的爱好 就比如说我平常喜欢去锻炼 健健身啊 挺好 然后她就她就说 你练这么大干嘛 甚至有时候会跟她那个朋友说 你看那个死胖子 又去又去练健身 不是啊 你说的也太夸张了吧 就是她跟我在一起之前 她起码比现在胖了十紧吧 你现在我就每天我就说督促她 她现在也受的挺好的 我觉得现在正好呀 而且她特别喜欢就是 就是把肌肉什么练得很大嘛 我觉得那样也不好看呀 就适度就好了 但是我觉得那个是我的爱好呀 你老是把我的爱好限制掉 但是其实我也是为了她改变了 但是她这个人 我觉得她不会为我改变什么 就好比说吧 出去玩抱贝 就是情侣之间挺正常嘛 那就有一次 我一直跟她聊天 聊一聊的就是她突然消失了 从一点钟到五点钟 她给我来一句 我打麻将去了 打麻将也能回消息了对吧 我就是不想回呀 那不是有原因的吗 之前我是不是每次逛街什么的 我都告诉你 后来呢 就有一次我是跟朋友 还有两个男生 我们一起去吃饭嘛 她就非要打视频 看那两个男生 那人家两个男生怎么看我 觉得我脑子有问题呀 我就不给她看 然后后面呢就是我也不太喜欢跟她说了 她事太多了 我那么做 我就是想知道你跟谁在一块 我就没有安全感 我怕你出去跟别人搞暧昧什么的 我就是怕这些 你想太多了吧 但其实吧 就是她出去打麻将那一次 就是聊天 聊着聊着人突然没有 我主要是担心她的安全 我为她好 但是到现在我感觉我做什么事情 她都不认可 对 哎呀痛苦 对 你就好比说 我没有不认可你啊 我跟她 你就是没有认可 那你听我说呗 那我跟她出去逛街 然后逛了一下午 我现在挺累的 我坐一会儿 她就会觉得 你是不想陪我逛街什么的 然后我跟朋友打视频 我已经跟她说了 然后我跟她可能回复的 就是简单了一点 简单了一点她就会觉得 你怎么这么敷衍这种感觉 然后还有我跟她出去吃饭嘛 我喜欢吃的口味跟她不一样 然后我们俩点了 每个人喜欢吃的 但是我那个菜先上了 她就会觉得 我没有考虑她的感受 那其实我也考虑过她的感受了呀 你别说了 我问问姑娘 哎 你靠什么把一个这个大男孩 就弄成这样了 你没觉得她完全变了吗 对啊她确实 她现在跟我在一起 我就觉得真的很烦 因为她 你评价一下她 她现在就变得一个敏感 敏感 多疑 不信任我 不信任 家人脑子也有问题 你不能因为人家爱你喜欢你 恋爱脑子 对但是我 就被你给迷惑了 你就这么羞辱人家 我说这么多我就是喜欢她 我就是她 为什么我会这样 就是因为她没有给我什么安全感 什么的 还有就是我跟她特别喜欢打游戏嘛 但是她玩得很菜 然后每次玩容易击眼 然后一击眼就把气杀我身上 就是我觉得她玩游戏 玩得不好跟我也没关系吧 然后她那时候就打我 打你哪儿了 打我身上 然后她还把我的所有联系方式 拉黑删除 我又去哄她了 就是你的错呀 你难道你说这么多 你觉得自己一点错都没有吗 而且你在这你说什么 他打的菜和我没有什么关系 那是你自己玩游戏 你自己玩游戏 你自己玩游戏 你拉黑我联系方式干嘛 你自己玩游戏 你打我干嘛 又不是游戏在打你啊 你那些你真的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吗 我觉得没有问题 她这么一说我真的不知道是我的问题还是她的问题 那肯定是她的问题 首先打人就不对 打人对不对 不对 你打的她你还有什么道理 还但是 你打游戏菜不菜 真不打菜 不菜 她容易急饮 就还行 这让你说话了 你就找打 你知道我帮你出个头窜 不帮你出头了 真是我出不了这头 你评价一下她 就我觉得这些都是小事情 都是小事那你说大的 对啊 你没必要计仅计较吧 然后她说什么我提前女友 说跟我身高体重也差不多 然后跟我长的就也差不多 那合着我就是个替代品吧 那你老提前男友 我就不能提我前女友了 我就想让她感受一下我的感受嘛 而且其实那一次我是编的 因为她又跟我说她前男友怎么怎么 我当时就特别气 但我已经跟她说过了 对应该有点这阳刚之气你知道吧 我已经跟她说过了 你不要再提 但那就是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 你就好好好 编完之后呢 编完之后她 给我了一个 给我一个巴子 打哪儿了 二光 我当时也没忍住 而且我感觉旁边也没啥人 我就实在气不够 就打了她一巴掌 不是 你凭啥呀 而且她说她是编的 就我觉得也太幼稚了 她要说真的你就给她道歉了是吧 那也不是 那为什么你能说前男友 靠前男友激励她 她不能说前女友来激励你呢 但我当时反正我挺人就挺生气的 你就打人家 也是没忍住 那她跟你道歉了吗 跟我道歉了 但是我也不该说 对 你就是不该说 你也太幼稚了 我可能也有点 编一个这事来气我 这就是你的错呀 你不是什么咱们正常人 说编一个事情 然后来气女朋友 你有必要吗 就你的问题啊 当时我就气不够 孩子你别说话了行吗 我第一次看到一个男生 被人打了之后还说 确实是我错了 你给她下了什么鼓了 你告诉我 这应该没学过 她说你这够厉害的了 她还什么不好 你就说完我听听 她老说我配不上她 老说我没人家好 但你现在确实变得越来越好了呀 我之前说配不上我的时候 那时候她还挺胖的 现在多好呀 那她用的方式也太极端了吧 前男友这事咱们不说了 现在还有什么问题 就是吧她平时 我们一起出去玩 她又一直拍我 那我就是太喜欢她了我才拍你 那我觉得每个女孩就是 都喜欢被男朋友记录吧 我觉得拍一下挺幸福的 哪里幸福了呀 那我跟手机谈恋好了呀 而且我不好看的照片吧 她还发给她兄弟 就说觉得我挺好看的 我一看她照片那么难看 我觉得很丢点 不是 你都那么难看 她还说你好看 你不觉得应该开心吗 我觉得她好看 我不觉得呀 就是我觉得她好看 我觉得好看就好看 不好看就不好看呀 而且我女儿是吧你这是 而且我就是想分享给我的朋友 我就觉得跟她这么在一起 好 好 好 那你是无时无刻都拍呀 我都不知道我是在 跟手艺谈恋爱 还是在跟你谈恋爱 就是有一种 被束缚那种感觉 是 行 那还有什么 让你更不舒服的 更不舒服的也就是 我们就是今天来到这儿 前面她就是 感觉是对我有点心灵上的摧残 那现在是让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啥意思 就是我们马上要异地了嘛 然后 为啥要异地 我快实习了 她比我小一点嘛 然后她就是 但是也不想让我去外地实习 把我盯得特别紧 然后做法什么也特别特别极端 那我做这些 我不就为了想跟你在一块吗 你做了些什么臭小的 就是把 找他们老师 就打听她去哪儿实习啊什么了 但是我觉得我做这些 我就是想跟她在一块 你怎么说的这么轻巧呀 就是她联系我什么朋友同学 甚至要联系我们老师 就问我去哪里实习哪个城市什么的 就你把我逼得特别紧 还有一次啊 就我这事也特别生气 那个时候我家特别喜欢的企业嘛 我挺想去的 然后准备好了 那个是线上面试嘛 她呢就是在旁边捣乱 正常人会这样吗 在旁边捣乱呀 也没能面试成嘛 那我就不想让你去外地嘛 我就是怕她去外地 她遇到更好的就马上给我甩了 但是其实我也想过解决办法了 我已经跟我父母商量我休学一年 我说我去陪她 我觉得她脑子真有点不好 休学一年那你以后怎么办呀 而且怎么跟你父母交代 那就是因为你没有给我安全感 我就觉得你去外地就会分手 我跟你说她舍不得跟你分手 我 哎呀你是不是现在满心成就感啊 你怎么能把一个男人弄成了这样 我是挺喜欢她的 但是她实在让我受不了 所以我也挺纠结 你说你要休学 你家里人什么意见 也没个答复我只是商量 对啊你妈电话都打到我这来了 干啥 就说她休学的事 反正我录下来了 我们方便听吗 方便 好那我们听听 哎阿姨您说 哎孩子我听那个 林立老提醒你嘛 她可喜欢你了 反正阿姨呢 也对你的印象也特别好 回头她来家里走 我们也见见面 看看你这个小美女 行阿姨 就是我最近忙着找工作 等有时间我就过去 那你想找什么样的工作呢 阿姨可以你安排一个 你叔叔也能帮上忙 不用了阿姨 我觉得太麻烦了 就是我自己也能找 而且我想着呢是去苏州 因为我老家就是苏州的嘛 就不麻烦您和叔叔了 我呢也是想跟你直说了吧 就是明明这个孩子呢 比较执拗 他最近呢 天天跟我们闹着要辍学 跟你去打工 我俩也是很着急 反正你也是能理解阿姨吧 我们呢也不反对你们谈恋爱 但是呢现实问题呢 咱们还是要考虑对吧 我们也怕你们以后会受罪啊 什么的 我理解 我明白的意思阿姨 我也是刚了解到这个情况嘛 我跟他好好说说 我肯定不可能说让他 让他什么辍学的 嗯好好好 我们也是真的担心死了 不如你劝劝他吧 要是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呢 可以跟我们说 我们俩也可以帮助你们的 行阿姨就是您放心吧 我肯定待会就跟他说 你也就是比较叔叔着急啥的 那好 那谢谢你啊孩子 那阿姨先挂了啊 有什么事呢 随时联系我们啊 嗯嗯好好好 阿姨再见 好 都注意生起啊 嗯嗯嗯 这妈妈急的 哎 我很奇怪 你这个苏州人怎么一口东北话呀 对 因为我现在 在东北那边上学 东北话的感染力真强 啊 对 要去苏州实习是吧 对 挺好 今天来是你要来 因为人家要跟你分手是吧 要分吗 我觉得他现在这样吧 一直这样我正谈不下去 是不是想带给孩子 嗯 你肯定离不开他 帮助这对小朋友吧 让我们一起进入 秋比特问卷 女生 我发现你从来不拒绝 异性对你的好感 这不是不懂得拒绝 是不愿意拒绝 很享受 这并不是说你一情别恋 这是一种很明显的虚荣心 您就是向他面前彰显 您看我多少受人欢迎 多少有人喜欢我 让他更死心塌地的喜欢你 拿现任去比前任 这是一种做死的恋爱 但是你屡试不爽 他实在想抗争 编了一个前女友的故事 结果换来了一个耳光 你说你的这种爱的表达 是像受到心灵摧残的吗 很显然 你的这种爱是非常霸道的 甚至有点肆无忌惮的 基础是因为他实在太爱你了 你在这个场合整整说了自己 没有安全观九次 你有没有忘记自己是个男人 你们不是平等平衡的问题 是完全已经倾斜了 这种倾斜一定会导致交通事故翻车的 你不要认为他现在死心塌地地爱你 这只是一种男人 被眼前的这种爱 所控制 你这样的一种所谓的 离不开一个女人的这样的一种爱 正常吗 等到人家删你耳光 欣然接受 人家说你脑子有病 你又坦然接受 这样的一段爱情当中 你认为 你正常吗 所以此刻 我想劝女生的是 如果你对这个男生还有一丝好感 就放过他 男生 如果你还想像一个男人一样的 屹立在这个世界上 屹立在生活当中 你今天就做一次男人 就清醒一次 就离开 谢谢 女生刚才说现在很烦她是吧 那我跟你商量个事 你真的赶紧离开她 我先不说你对她好与不好 是否对她造成了摧残 如果你想过得更好一点 你想成为一个更优秀的自己 你要果断地离开她 因为你现在一点都不好 你知道你站在台上张扬跋扈 不尊重人 不敬畏感情 想扇耳光扇耳光 想说什么说什么 毫无尊重 你甚至在场上说 一个这么喜欢你的男生 他脑子有病 这样都会深深地 在你心里留下不好的种子 会开出不好的花 所以这样的关系 对你来说也是一场灾难 如果你和一个对的人在一起 你现在会是阳光明媚的 你会说我这个男朋友 给我带来了很多自信 让我的生活很愉快 让我成长了 哪怕我们不在一起了 哪怕我们异地不合适分开了 我也感谢他 让我这一段的人生 这一段的青春充满了光彩 可是现在呢 何苦呢 别为难自己嘛 你就离开他吧 离开他也许你还能收敛收敛你的脾气 遇到一个真正能够帮助你成长 让你变好的男生还有机会 如果不离开他 你连机会都没了 就会变成一个讨厌的女生 男生 地球离开了谁都没事 何况我们小小一个个体 谁离开谁都无所谓 你只是迈不出那一步 又执拗又软弱 这就是你 这真的源于你爸你妈 对你无限的宠溺 你看爸妈刚才通话 我都觉得很心酸 还要帮你女朋友找工作 我要是父母帮什么帮扔出去 这么不靠谱的爱情还要坚持 那你就使劲摔 摔到自己头破血流 知道疼再回来 你就是太不知道什么叫疼了 太不爱惜自己了 反正什么事情捅了娄子 我上不上学 背后都有父母给我垫底儿 都能到最关键的时候 托我一把 人生没有人能托你 不管是爱情还是亲情 能托住自己的只有自己 你明知道他不喜欢你 你还要辍学 你别最后别把你爸妈也气坏了 所以离开彼此 对你们都是救赎 我希望你们早点看清楚未来的路 放开彼此 也就是放过自己 赶紧分手 姑娘你和你人家妈那个对话 和你沾着耳光这个行为 这两者之间我应该怎么说你 你一个那么年轻一个小姑娘 你顿时有两张面孔 好可怕 怎么了 爱你的人面前就可以交纵 在社会型的人格拿出来的时候 我就是可以打打的 我就是可以那么和声细语的 显示我的家教很好 我不能说你们家教不好 两个人其实家庭条件各方面都挺好的 而且也会很有礼貌 在待人处事方面也不会有问题 但是你们在控制自己的情绪 控制自己的性格和做决策的过程当中 你们所有的行为都是偏离了一个成年人正常应该有的理性行为的 这是问题所在 我觉得他去实习挺好的 两个人先分开一段时间 各自找寻一下自己的那个度 就是做人在情感里面那个度如果找不到 我相信你们在社会上没有 至少目前来看没有太大问题 只是目前来看 但是一旦有情绪摄入之后 那个度立刻失控 把自己的缰绳找到 人的大脑里面有一头像 还有一个奇象人 你们的大脑里面只有那头像 没有那个奇象人 如果你们的思维和情绪是可以肆意妄为的话 迟早有一天要出事 所以找到自己的缰绳 然后再来谈恋爱吧 就这样 我就是两张面孔 这一个我是觉得 陆琪老师可能对于女孩来讲 批评的有点重了 这一个我觉得是很正常的 因为哪怕我们家11岁的女儿都这样告诉我 说妈妈你别看我在你面前很乖 但是我在班级里管学生的时候 我特别的凶 学生们都觉得我不讨人喜欢 那我觉得也很正常 他们同龄人相处的时候 可能是会有不一样的地方 跟展现给长辈的是两张面孔 但是有一点我很赞同的就是 打人绝对不对 你可以很凶 你可以有你的立场 你可以像个爷们儿 但是我们也从来不主张爷们儿要动拳头 对吧 所以在这一段关系里头究竟该怎么办 其实斩断对于两个人成长更好 这个就像是给孩子借奶借尿不湿一样 你指望他一直含着奶嘴 他永远没有办法丢掉奶嘴 你指望他自觉的有一天可以不穿尿不湿了 不可能 只要他觉得用尿不湿方便 他就会拒绝自己练习入侧 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 所以必须得狠下心来先斩断我们的关系 怎么斩不要那么硬 先从地理位置上让他去做他想做的事 你回到你自己的空间里头 的确每天还想跟他撒个娇 还想给他硬硬硬怎么办 写日志行吗 自己把自己的内心记录下来行吗 就像有一些想对大人说的话 但是又不能说出来 可能 于是我们就找一些日记本秘密的记下来 是一样的吗 然后 把你那么高浓度的爱的表达 抽出一两条再告诉他行吗 偶尔的时候见见面 偶尔约约会 看看两边通过地理位置的改变 能不能够使两个人回到原本的状态去 他能够好好学习了 他能够让你看到 除了粘人之外 他身上的优点了 除了这一个就是脸孔长得还是帅的之外 其他让你觉得有迷人的地方了 而他也通过远远的离开了你 如果他还是爱你的 没有变形 没有跟其他男生建立恋爱关系 你是不是就已经得到答案了 心其实也就落在肚子里了 对吧 就是如果一个女人在你一个礼拜不见她的 这个过程里面 她跟别的男人走了 你觉得这个女人值得你爱吗 值得你珍惜吗 OK吗 那就留在那读你的书嘛 录你的帖嘛 思念的时候一个高铁嘛 就好简单嘛 女生也不要得了便宜又卖乖嘛 这男人都是你培养出来的 你一手缔造啊 是年轻的孩子有两面性 但是他对人性的拿捏能捏的那么准 这个事儿让人挺害怕的这么年轻 就他知道他在意什么 他去激发他 这个挺可怕的 走呗 只有贪念的人没有分不了的手 所以别在这儿 老师们都细腻过 我就特别简单粗暴 该干嘛干嘛 心里想跟对方说的话 大大方方地说出来 一起进入真情60秒 就是我感觉跟你在一块的 好好恋爱 本节目由葵花药业 独家冠名播出 修护未粘膜 认准葵花为康林 也感谢四位老师 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 当然更要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